大家好,我是少年 如今有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的日子 那是不择手段 读书,读书,再读书 而读书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有一份好的工作 而好的工作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有一份好的薪水 可如果有一位富豪愿意跟你的儿女结婚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非常赞同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16岁少女 爱上40岁大叔的爱情电影《成长教育》 16岁的小雅是一位高中生 她现在的生活每日都无比的枯燥 除了读书还是读书 因为她的高考马上就要到来了 而父母也早就安排好了小雅的未来 那就是必须考上牛津大学 而小雅喜欢的大提琴却只知道她父亲的反对 因为父亲认为爱好这种东西可有可无 一天乐团下课后 小雅一人站在雨中等着回家的车 而这时却有一位中年男子坐在小雅的面前 她三言两语就让天真的小雅卸下了细腻的防备 于是坐上了大叔的车 小雅与大叔完全没有我们嘴里所说的代沟 回到家后的小雅哼着音乐 开始回忆刚刚那短暂的接触 因为她已经被大叔那成熟的性格给迷住了 小雅的少女心已经开始骚动了 在一天跟同学出门逛街时 小雅再次遇到了大叔 她非常的热情过去跟大叔搭讪 而大叔也邀请小雅在周五的时候 与她一起参加一场隆重的音乐会 但是小雅此时不敢答应 因为死板的父亲只会让她读书 于是大叔就来到小雅家中与爸爸商量 一生成功人士的模样 让父亲觉得大叔不是小人物 所以到了周五 大叔和小雅两人非常欢快地朝着音乐会前去 小雅也认识了大叔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莫拉 以及她的女朋友苏拉 接下去 小雅见到了她从未见过的上游生活 那高端霸气上档次的音乐会 以及豪华无比的大餐厅 一下子让小雅沉醉于此 在小雅从莫拉嘴里得知一下周 有一场大型拍卖会后 从未想过逃课的小雅 竟然决定 不管怎样 都要去看看这拍卖会 而小雅和大叔的关系 也从朋友发展到了情侣 时间飞逝 转眼就到了拍卖会开始的时候 小雅在拍卖会里 感受到了有钱能挥金颅土的快感 在小雅询问大叔工作时 可大叔却支支吾吾的说 和莫拉在做一些小生意 而话题还没结束 大叔就向车停了下来 然后走到了路边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这行为让小雅对大叔的崇拜更加的深 而最近的12名的生活 让小雅压根无心学习 所以导致成绩遗落千丈 小雅回家后也被父亲严厉的指责 因为高昂的补习费 让父亲也有点喘不过气 他是多么希望女儿将来能带他游山玩水 能别像他一样天天为了钱而烦恼 但有一天 大叔前来来到家中 他用他身上了那成功人士的气息 让父亲改变了想法 改变了那个要让女儿考上牛津的想法 事实上 小雅也早就认为 读书压根没有用 他在与大叔一伙人的相处中 领悟到的止醉机密 是多么的舒服 他甚至直接顶撞一直非常看好自己的老师 说老师学历再高 不也就是一位老师吗 有一次大叔带着小雅去谈生意 可在小雅知道了大叔的生意内容后 就非常看不起大叔 原来大叔的生意是低价购买房子 而房子的主人几乎都是黑人 在那地段的居民都是非常排挤黑人的 所以最后黑人都被迫无奈 要将房子低价卖掉 在买的过程 大叔还会顺手牵羊 带走极限古董 虽然不违法 但这行为却是非常不道德地 而大叔不愧是情长高手 三言两语又再次将小雅给哄住了 并且在之后向小雅求婚 定文后的小雅在班里非常的显摆 完全不再学习 哪怕校长在劝说 也被小雅用各种稀义的言语给反驳回去 并退了学 他已经彻底的在上游生活中沦落了 在小雅的生日上 大叔拿着一大堆礼物过来庆祝 这一刻父亲认为小雅读不读书已经无所谓了 反观小雅虽然沉迷在大叔带给他的上游生活 但其实他是真的爱上了大叔 美好的生活很快也就结束了 小雅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了大叔的一个秘密 其实大叔已经结婚了 而小雅也不是大叔第一位玩弄的女人 这一切都是一场闹剧 在一天夜晚 父亲前来道歉 他明白自己的所处所为是错的 自己的女儿被年长的男人诱惑 自己不反对 完全是为了钱 但其实父亲还是想自己的女儿过上好日子 他不应该让女儿放弃牛津的梦想 虽然过程是苦了点 但终点已经要到了 父亲希望女儿能原谅自己 之后小雅找到了校长 为自己之前愚昧的行为道了歉 利用牛津一年为代价 他如愿的考上了牛津 成功的那一刻 他激动的都快哭了出来 成长没有捷径 父母让你读书读书再读书 为的就是让你以后 有能力靠自己活出精彩 买彩票一夜暴富 嫁了一位好郎君 不读书出门闯荡 竟然成了千万富翁 这都是现实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你身边能有这样经历的朋友 会有几位 哪怕你朋友每个都是如此 可你就是这么倒霉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只能学习 当你有了足够的知识和能力 急于摆在你面前 你才能比别人更快的强到手 成长的旅途充满了诱惑 各种打着快速成长的幌子 都别去相信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精彩的未来 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变 明天依旧是原型满满的一天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一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多谢观看